大家好 我是阿澤 今集跟大家講的東西 就關於一單我形容是奇聞 即是我覺得這個世界 什麼人都有一樣米樣八樣人 有些人是完全不知裝什麼 我是理解不到的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一單趣聞 關於一些人吃二手飯的問題 有一位港女 就是這個Facebook群組 大埔 這個群組的名字就是大埔 發文 這個女人說 她自己在8月15日 下午1點左右 在港鐵大圍站裡的餐廳 就是吃午餐 為什麼她在大圍吃東西 會發文發大埔 那麼有趣 她說她在吃東西期間 有一個戴著帽子的伯伯 拿著一杯水 坐在她同桌的對面 就是搭她的桌子 港女就說 伯伯不斷看著隔壁 在偷丟隔壁 當隔壁桌 四個女食客 伯伯是不是盯女 當隔壁桌 四個女食客 離開之後 伯伯就衝到隔壁桌 坐下 用杯 即是把杯水 放在她們四個人 吃剩最多的餐 即是吃剩最多 總之 那份餐是吃剩很多的 港女留意到 餐廳職員 過來收拾桌面的雜物 但沒有拿走伯伯面前 吃剩餐點 於是 這個可惡女人 她跟職員說 那份 是上個顧客吃剩的 不是阿伯的 收起來吧 店員當然不理他 別人吃二手飯 關你什麼事 港女再向收銀職員反映 收銀職員厲害 耍太極 這傢伙要用力 扯野要用力 耍太極 我馬上不說話 就說 我不清楚 我看不到 我收銀職員 我不知道 我看不到阿伯做什麼 不知道什麼事 而這時候 英雄出場 這時候 有另一位職員衝過來 就說 阿伯有單的 有單的 其實這間職員 都知道什麼事 想不到有些人 投訴居然 人家又不是吃你 碟二手飯 人家吃其他人 碟二手飯 那些飯都丟了 你幹嘛去拐勾別人 什麼事 你有什麼問題 那 港女堅持 指出 不是阿 這份餐點 是另一個女食客買的 她是吃二手飯 叫店員 多加留意八百 店員可能心想 原來我打工 他吃二手飯 關我什麼事 你老母 都是扔的 那些東西 都是扔下去 人家沒有錢 吃飯窮 黑衣過來吃二手飯 你都要阻止人家 幹什麼 要人家做黑衣 吃二手飯都不能夠 真是神經病 你 其實我不明白 你和阿伯有仇嗎 你說原來阿伯以前年輕的時候 強姦過你 刺過你 你見到他吃二手飯 我明白的 大家有襯 你去打穿他的頭 我都沒有意見 但是 大家無仇無冤 三九不識七 人家吃二手飯 你去搞人 幹什麼 阿姐 你有什麼問題 這些人很奇怪 那 港女就表示 由於 他聽到 其他食客說 又是他 估計八百 不是第一次吃二手飯 最後 他在店外 致電的餐廳 顧客服務部 希望通知總公司 留意事件 這間總公司 我跟你說 這些東西 是酒棧 你不要搞這麼多東西 世界已經很難熬 你不要瘋到 連二手飯都不給人吃 那些人經常說 吃二手飯 不衛生 那些人沒有錢 你上來 在垃圾桶收拾 還不衛生 那些人不要瘋 你二手飯 都是口水 一個人的口水 你去垃圾桶收拾東西 又老鼠 又蟑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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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說健康衛生 你就有人吃二手飯 一個半個 對不對 你不是整間店的乞衣 走來吃二手飯 你不是的 都被人走走 對不對 那 這個女人 這個樓主 就說通知總公司 留意這件事 希望這一個伯伯 不要這樣去欺負 欺負 欺負 他說 你有沒有瘋瘋的 這個女人 喂大哥 有頭髮 誰想做辣妮 有得自己給錢 你老母 在鋸個鐵板餐 誰會去吃二手飯 那麼賤 就算他要那麼賤 就有夠他那麼賤 如果他自己有錢 嘩 你不是拿著兩層樓的 跟著不捨得洗 不捨得吃 心窮 這些 OK 跟著你老母 想收拾二手飯吃 那都是他的問題 不是他個人 可能他有些報應 他有些懲罰 有些恩果報應 你理得他 對不對 我經常都說 恩果報應 這些可能難說 那些人經常都覺得 阿 你老母 你這麼年輕 又不能找份工作 又不知怎樣怎樣 在那裡說我 你這麼欺貪 這麼欺負 我 你老母 不用上班 那樣 我看著 唉 我現在很懲罰 現在那些人勸我 說我不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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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我這樣跟他說 唉 可能前世做得好事多 不用一天翻十個小時 今世可以享受一下 立即靜懶了音 那人 我講完這句 他就靜懶了 那條阿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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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來跟我講 他說 唉我兩個兒子都做地盤的 賺很多錢的 聖啊 你們掌進一點 你不如找一份地盤做 學門手藝 那些人都跟我說 說什麼 你經常翻幾個小時 這樣不行的 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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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我說 然後我很懲罰 我跟他說 沒有阿 可能前世做得多好事 所以今世可以享受一下 你們今世做多好事 下世有得享受 然後他就馬上走開 你媽媽 根本做人就是這樣 你媽媽 有時在這個世界 因果報應 那些你媽媽 在命運的東西 你掌握不了 所以大家 你媽媽 見到流浪貓狗 餵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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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餵 例如大肚婆 你媽媽 臭蟹 推不開門的 就幫他推開門 看見阿婆 你媽媽 推不開門的 就幫他推開門 我不知道 這些好事由身邊做起 我不知道怎麼說 心 你媽媽 盡量不要做那麼多蟹痕 例如有些事 例如你打算害人的 就覺得 你媽媽 這個港女就說 其實阿 伯伯 這樣吃別人的口水尾 不怕有病毒感染嗎 吃完肚痛 接著有奶餐廳的東西不乾淨 要求賠償就GG 希望所有快餐店 多加留意 嘩這個女人 先是假定會有病毒感染 然後再假定別人會奶餐廳不乾淨 再假設別人會要求賠償 你不要求賠償 你不要求賠償 這個女人 是老屈來的 有沒有發生過 你這些事有沒有發生過 如果你有發生過 那些餐廳自然會不會給你吃二手飯 屌你有沒有 一收就倒閉了 屌你有沒有 人家一走就倒閉了 自然會發生這件事 你說如果沒有發生過 OK 沒有這些賠償的問題 其實是你自己作的 還有 我想你如果要告別人 譬如你去告某間餐廳 我想你最基本要有單據 還有別人的商場 快餐店 全部有攝錄的 拍到你是否在那裡光顧過 還是你撿二手飯吃的 所以不要說這些妄疚的東西 知道什麼就知道 譬如很簡單 譬如這個伯伯 在大家樂那裡 你有沒有騙飲騙食 騙精液的 你有沒有走進去 吃完肚痛 然後走去 你有沒有老屈大家樂 隨便說大家樂 老屈大家樂 大家樂 大家樂的東西不乾淨 這樣大家樂就會查 你什麼時候吃過 你什麼時候吃過 你什麼時候吃 看白露電視 你沒有人買東西 你只是收拾別人的二手飯吃 這樣 那你這些人要查 大哥 對不對 你說這兩件事 所以不可以成立 鐵文引來網民批評樓主 沒有愛心 說他沒有了解原因 就認定伯伯 騙飯吃 是啊 你都不知道人家做什麼 人家可能 如果不吃二手飯 就撿垃圾吃 對吧 我覺得二手飯OK的 又沒有影響到人 影響到你什麼 他又不是侯著你碟飯 你說你在吃的 他在旁邊看著你碟飯 給壓力你 那你就說 人家跑掉了 他衝過去吃 沒問題 你不是有救人家 關你什麼事 神經病 那這樣 有人就說 有一個失敗的圍勞例子 有人就說 吃二手飯是不是犯法 有人就說 如果你這麼正義 為什麼你不當場叫阿伯 不要吃買一份新的給阿伯 我根本就是全家產 是啊 我也是全家產 還要說人家騙飯吃 我覺得我自己個人 都沒有什麼愛心 我也是很生氣 我也是沒有什麼同理心 但是他更生氣 他真的 一生還有一生高 我都覺得自己很生氣 有時候我覺得一些人 他發生了一件事 那你就看開一點 做人是這樣的 沒辦法 我也是很生氣 我承認的 但是原來有人很生氣 原來有人是生氣到 吃二手飯都得罪你 神經病 這傢伙 樓主之後還拖 反擊網民 堅持阿伯是騙飯吃 有人就說 沒錢吃飯 就可以騙飯吃 可以拿縱緩 我見到他 衣著光鮮 又有智能電話 不像沒錢開飯 只是希望阿伯不會因為吃人口水 什麼感染細菌 都是關心一下他 這傢伙很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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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好你老公 管好你兒子 你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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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雞都不吵你 八婆 你不要臭 這傢伙 關於這件事 今集就講到這裡 沒什麼特別 照舊 喜歡我的節目 訂閱回到我的頻道 下次見 各位網友 Bye